对于老牌实力演员来说 流量明星一直是他们心里的痛 一边是不敢说 另一边却是只有默默的选择被接受 到底是流量明星有了市场 还是老牌实力演员们英雄目眠 这一个问题 很好的在当下引起了热议 就连吴亦凡也没有被抛开掉 流量明星到底是什么 就是走到哪都有人跟着 然后指那些混在娱乐圈中 有着一张好皮囊和好的身材 又没有太多拿得出手的东西 可以说是搞着长相和个性化的处理 在娱乐圈里玩着属于他们的流量 而就这个问题 圈中人导也不是没有人提到 但提到了的时候 吴亦凡就是一个典型 在受到虎铺上有人质疑的时候 吴亦凡却是做出了比较激烈的回应 并且用一首歌开始做出回应 而且声称这又是谁在动我的奶酪了 并且晒出了自己歌唱的一些观点 表示你们不喜欢可以不用追我 你们不用大费心机去做特殊处理 跟销音我的音乐 也不用给你们这帮人听 显然吴亦凡对于现在的新音乐 有着属于自己的一套理解 并且在节目中担任说唱节目的评委 对于这个评委其实还是蛮受网友们质疑的 就这个问题吴亦凡本人也看得很清楚 当然人民网也看得很清楚 最新也开始来怒批吴亦凡了 而且用词还十分的犀利声称 这一位音乐人从无修盖音的视频说起 但却有着气息不稳 多数走音的问题 而且被调侃成了车祸现场 对于这样没有实力的演员和流量明星 这位偶像还在担任综艺评委的时候难以扶住 并且人民网毫不客气的声称 他是搞流量 做声势 从不接受大众点评 一边是声称这是竞争对手派来的 另一边是讽刺那些有意见的网友是有红眼闭 这一次到底是人民网说的对 还是他说的过于严重了 明星娱乐圈本来就是一种流量的存在 而就个人的实力问题 其实不一定每一个人都像黄博恩那样全能行 但如果说是包装过重 没丝毫努力上进的成分 全靠流量和疲劳来行走 恐怕的确是不行的 吴亦凡的音乐就正如他所说的一样 喜欢的就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